好,剛才跟各位講台灣島在上升 台灣島上升的證據 第一個就交過%洞 你記得嗎?%洞 高高低低的海蝕洞 越上面越老,越底下越年輕 所以挖一挖往上台,挖一挖往上台 所以會有高高低低的海蝕洞 越上面越老 所以%洞是台灣島正在上升的證據之一 還有高位珊瑚礁 你們現在有異大之後 你們的畢業旅行就再也不會去墾丁了 就停在異大就好了 以前的學生沒有異大的時候去墾丁 去墾丁會去設定自然公園 那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是一片自然風光 然後有很多的石灰岩洞 珊瑚礁,它在這個小山丘上面 珊瑚應該在海裡面 現在卻爬到了山上去 所以表示地殼在向上面海升 所以那個在海浪打不到的地方 有了珊瑚礁,證明了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高位珊瑚礁,證明了台灣島在上升 還有一個叫做河街,河街地形 你看先看照片 要到河街 一街一街,像那個樓梯一樣一街一街 只有兩街 有上面一街跟下面一街 上面一街比較老 下面一街比較年輕 河街,上下一街 河街地形台灣很多地方都有 什麼天翔,什麼地方都有 這個是我們本來 河流也會有生老病死乘處壞空 當河流變得比較年老的時候 河面變寬,流速變慢 它的侵蝕能力就會變差 然後如果遇到了台深 重新恢復它的下街能力 叫做回春作用 更往下街 多出一個平平的地方 所以要到河街地形 所以河街都是以前的河床 然後呢 現在下街都有河街 再下街再多有河街 所以越上了河街就會越老 所以河街的存在 也證明了台灣島在如何上升之中 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一階一階的河街 越上面那一階越老 因為它間歇性的往下切回春作用 啪啪啪啪 一階 河街 好 這樣子河街地形 這就是 台灣島上升的證據 我講了三個 一個叫做巴仙洞 一個叫高衛山蠔 一個叫河街地形 證明了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OK 來看一下可愛的 一百零二學年學測第一題 號稱是 大學考大學考的 但是國中生就會了 好 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天躍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 一百零二年學測的第一題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吧 它雖然在咱們的花東海岸 有一個安山岩值的角壁岩的海石洞 那他說他離海平面高約三公尺左右 那他說海石洞的頂端位置呢 有發現一些藤壺 還有其他貝類的化石 他說化石的寬度大概是五十公分左右 然後他據點之後他有補數 所以我要告訴你說 現在的藤壺必須要生長在潮間帶 而且他呢 潮叉不能夠超過一公尺 那他說 齒帶中藤壺呢 跟其他貝類出生在海石洞頂端的原因 究竟跟夏列何者地質之中有關 那他給了海嘯 這題其實 顯像還蠻爛的 就去拿一個解釋喔 好 那這題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可能有些字的意思好了 大家 有人知道潮叉是什麼意思嗎 知道請舉手 好 不要講話 什麼東西我看不到 好 那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潮叉是什麼意思喔 好 如果假設有一個沙灘啊 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假設他在退潮的時候 假設他在低潮 也就是退潮的時候啊 你們說退潮 這個海水會往後退嘛 那他退潮的時候 就假設他的水位在這裡 好 那長潮的時候呢 可能髒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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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到這裡來了 好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有一個高度差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潮叉喔 也就是高潮跟低潮之間 這一段 你們說他叫潮間帶 你們也說他叫潮叉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題到底需要懂什麼樣的觀念 好 那我們這一題呢 我們先將題目把它轉換成圖像的方式喔 來 首先第一個呢 他說啊 我的海石洞和離岸三公尺的地方 有發現了貝殼跟藤湖 然後被寬佈大概五十公分左右 那我就發現了 欸 藤湖跟貝殼原本要是可能在海裡面 然後被潮間帶 那 那是不是代表說 它原本應該是在水裡面的呢 對不對 那原本一定這個位置 這個高度的地方應該在水裡面 那到底要怎麼樣 我才可以讓這個藤湖或者貝殼 能夠離海平面高三公尺啊 那我就想啦 我是不是可以海平面下降呢 是不是有這種方法 我海平面下降 第二種方式是什麼 我有沒有可能 地殼抬升 這兩種方式都可以讓我的藤湖跟貝殼 比海平面還要更高喔 當然 今天藤湖跟貝殼 不可能自己從海裡面爬上陸地 所以一定是這兩個原因所造成的 第一種藥湖海裡面下降 第二種藥湖地殼上升 好 那這題我們是不是就能夠選答案了呢 答案就是我們的 比選項 地殼緩緩的抬升喔 我們地殼緩緩的抬升呢 可以讓我們的一些像是 海底的原本一些成績炎啦 或者一些化石 然後因為地殼抬升作用 而使它原本在海裡面變到陸地上來了 所以地殼抬升是我們這題的答案喔 大家答對了嗎 好 那我們這題來看相關的考題重點喔 這題相關重點也就是海蝕地形喔 有海蝕東海蝕海蝕平台 如果你不清楚有什麼海蝕地形的同學 趕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這題很簡單嘛 而且它的選項設計還蠻爛的 應該是你隨便看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OK 這就是 地殼寧學人告訴你 台灣島正在怎樣 上升之中 請記得我教過了上升的證據 我講了什麼證據 八仙豆 我講了什麼證據 何階 何階 我還講了一個高位 珊瑚礁 OK嗎 OK